大家好,我是小报 斐济位于南太平洋 是一个由332个岛屿组成的国家 该国的人口约为90万人 主要分布在两个主要岛屿 瓦努阿巴莱乌岛和瓦图莱莱乌岛 首都 斐济的首都是苏瓦位于瓦图莱乌岛上 苏瓦是斐济政治商业和文化的中心 也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经济 斐济的经济主要依靠旅游业、农业和渔业 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 农业方面斐济生产、糖、木材、水果和蔬菜等农产 品 此外渔业也对斐济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 斐济文化深受玻璃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和印度文化的影响 当地居民热爱音乐舞蹈和传统手工艺品制作 传统的文化活动和节日在 斐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种族和语言 斐济的主要种族包括菲利皮诺 印度裔波利尼西亚人和欧洲裔 菲利皮诺和印度裔是斐济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 斐济官方语言是斐济语但英语也广泛使用 历史 斐济历史上曾经是部落社会 后来被英国殖民统治 斐济于1970年从英国获得独立并成为一个共 和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斐济经历了政治动荡和军事政变 目前斐济是一个议会之共和国 政权经常通过选举来改变 名人 斐济有一些知名的名人 包括奥运金牌得主 维杰辛格歌手薇薇卡玛尼 辣 电影演员苏瓦塔摩一切零 作家苏尔文纳辣 汤 国际橄榄球选手瓦塔科卡等 这些人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影片最后还请大家点赞订阅追踪和分享 点击频道里面还有别的解说 带你认识全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